好 所以这个时代的人 要改善自己 要去找那些实际可操作的 你可以掌控的 找这些东西 比较可靠 也就是说 你就算是死了 你也知道你是怎么死的 你去搞那些东西 你死了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死的 你到阎罗王那边去 你都不知道你要去告谁 就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对 这些东西的看法 你们可以参考 新奇的东西 现在新奇 可是新奇的东西 其实是成年物 成年后又把它翻出来弄 其实两岸或现在的社会 好像变得不快了 他们就会想要找一个东西来信的 就会不快了 他会有这样子面穿的 这就是丧失了根本 让你觉得身体疲劳 你要去找那个根源 你不处理那个根源 你去处理那个现象 那没意义啊 不但没意义 还有害 因为他说的 把这个破坏掉了 破坏掉了 你要有新的成长起来 可是你生长的根源 你那个能量的根源 就已经枯竭了 已经接近枯竭了 那你还要去让它生新的 那这个它不是更枯竭吗 要不懂 所以现在很多的东西 大家不去想 那个根源 你的质 你的质 体质的质 你的质是不是受得了 这样子的训练 或者这样子的治疗 那个质 大家只考虑到 我觉得变好了 我觉得舒服了 跟那个质的慢慢地弱化 或者慢慢地消耗掉 它是一个时间的累积的 你不觉得 可是到那一天 你觉得了就完了 要不懂 所以很多要回到那个根源去 我觉得很疲劳 这最近都很疲劳 你去想想看 什么原因 而不是找人去帮你按摩 找人或者有些人就吃点兴奋剂的东西 什么去这样子 你不快乐 你要去找你不快乐的原因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搞一些乱七八糟的 让你那种暂时的快乐 那就跟那个街上吸毒的一样 好了 这是闲话 虽然是闲话 但是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社会 这社会各方面就用很多这种 能够帮我们解决表面现象的 这些方法 来让我们忽略掉了 真正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根源 要不懂 前几天看到 网络上面有说 以前的游泳健将吧 还是什么 现在四十岁 怎么看起来像六十岁的老人 他放两张照片 那很多是这个样子 这个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当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做 极为强度的训练的时候 对你的身体 作为极为强度的训练的时候 你那个能量是从哪来的 我们讲脏腑 我们练五脏六腑 脏腑是身体的 法 皮肤 肌肉 筋 骨 是这些的根源 然后我们讲圣主骨 肺主皮毛 脾胃主肉 是不是这样 它的根源是在我们的脏腑 它是我们吃东西 我们修习 它那个根源 脏腑那边运作而产生能量 这个能量 它是树的根 向外生长 生长出我们的身体 我们身体各个部位 好 可是你的强度的训练 超过了 超过了它能够生长能量的速度 你就一直在跟它借钱 你一直在跟它借钱 年轻的时候可以借 因为它新陈代谢快 借一点它不觉得 时间长了以后 它被借的变成虚空了 所以当你没有训练的时候 你就没有吃那种运动员的 那种补充的东西了 是不是 你里面空的现象就出来了 知道什么 所以要注意有很多的强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感觉强的时候 要去注意这个强 是不是在掏空里面的那个石 掏空里面的石 然后你以后是要还的 以后这个没有了 里面慢慢虚弱掉了 它就呈现在你的外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 中国的身体观 健康观 或者哲学观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 就是我们不注重表象 我们希望从表象 透过表象看到 深层的那个根源 透过可见的东西 去察觉那个不可见的 透过物质性的东西 去发现那个精神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传统的中国 它不太注重到那些表象的东西 它希望能从比方你画画或者音乐 那是表象吗 它希望能够从表象的东西 看到这个画家内在的东西 而不是停留在表象的技 技法上面 所以包括我们对健康的看法 包括对武术的看法 不是看它的动作多漂亮 多快 跳多高 蹦多远 不是 是看它这个力量是怎么来的 它用的力量是对还是错 它用这个力量 它打这个东西 对它自己是伤害 还是有益 我们在看的是这个 我们在教学 我们在练当中 我们注意的是这个 所以我们八卦拳 我师父常讲 我们八卦拳是什么 我们八卦拳 你就算出一拳 出一拳 你出这一拳必须什么 对外遇敌 对内养生 你的一些动作必须对外遇敌 可是更要对内是养生 你不能对外遇敌 对内产生破坏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所以才采取了这种的训练法 这种的连绵不断 不发劲 不努气 不用蛮力 这样子的方式练 晓得吗 因为有这个考虑在 它的动作设计里面 本身就已经有这样子的考虑了 而不是像现在 你这一动作能够用吗 你能够打人吗 那很多打人的东西 你看擂台上很多打人的东西 对自己是有害的 这个东西我们不要 好 好 来 好 谢谢观看